老杨到处说 又到了读报的时间 今天读了一下金融时报 宋斌的专稿 读懂两会做趋势的朋友 讲到要掌握趋势 周浩 关注世界局势的变化 理清自己的优势劣势 决策政策的出发点 两会好像跟大家没什么关系 他认为实际是有关系的 内外部的环境的深刻变化 导致了政策端的强烈反应 触发了相关政策的调整 那么他对未来 整个国际大事怎么看呢 第一中美关系的 可预见的期限内 不会发生实质性的向好 去全球化趋势和民粹主义的延续 以及各国对于安全的强调 成了包括中国在内 各国政策调整的基础 说很大程度上 双循环的提出 映衬出国际关系和格局的变化 这个判断还比较公盈 认为中国大陆的2012年的 财政策势的水平和地方 在发行的数量略高市场预期 对财政边界的讨论也没有定论 对科技食品能源安全制造业升级 是一个关键的作业点 安全尤其是食品安全能源安全 这个成了各国核心竞争力的代名词 对中国的制造业来讲 其实是有长年的下滑 会不会有一些改变 去年好像有 但是稳定性还要有一定的阶段 高端的制造业和科技的产业 成为增加值 附加值的最终来源 所以他认为大家还注意趋势很重要 这个两会的观察点 再看中国的趋势 《华盛顿邮报》这篇文章 很多的媒体都转载过 官僚主义的风气缓斥 牵制了习近平的中国大忌 中国的领导人 有几个事情还是有口碑的 比如说脱贫 比如说环保 金山云山 那么还有一个反腐 反腐也许有权力斗争的比重 但是总的来讲反腐 老百姓还是赞成的 所以发现在四川的绵羊 基层干部忙意的是文书工作 百分之七十的时间 都在应付上级各种检查的报表 作假什么都来了 一个庞大的国家 这种提高集权的程度 往往会助长官僚的惰性 阳奉阴违和其他效力低下的做法 为什么呢 必须企业定于一尊 北京高兴就行 保护自己的仕途 但是有可能破坏习近平的百年大计 千年大计 纽约时报呢 谈的是微软 遭到入侵 一个软件遭到入侵 凸显了拜登政府中的 中国和俄罗斯骇客的难题 总的来讲呢 就是开始出现了一个 第一次的重大的黑客行动 意气在未来三个月展开 关键对来自俄罗斯的黑客 进行一系列隐蔽的反击 目的是让了普京和他的情报部门 和军队知道 但不展示给更广泛的设施点 就是这方面的暗战 现在很激烈 除了俄罗斯之外 那么发现了来自中国的黑客 也很活跃 小企业地方政府 一些主要的军事承包商 使用的微软的电子邮件的系统 遭到了入侵 白宫五角大楼情报机构 特别的严重 包括七个新出现的中国攻击团体 这些攻击者试图 系统还没有恢复 来利用这个漏洞 这个脚很长 他认为这是一次 疯狂的大规模的黑客的攻击 初步在美国里有个政府机构 军事机构等等 有三万多个系统受到影响 那都是跟微软的软体有关 那么中国的骇客 他认为比俄罗斯的太阳风 还要牛逼 也就是水平段数还要高 那么这个问题 白宫就意识到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是非常值得美国 安全部门重视的问题 俄罗斯人跟中国人一样 都是从以美国以假名字 租用的计算机的伺服器 就是云服务 发起了对微软的攻击 这两个国家都知道 美国法律禁止情报机构查看 位于美国的系统 所谓的利用了这个法律的限制 他认为这一点来讲 中国在2014年 从人事管理办公室 窃取了2250份的保密文件 俄罗斯对2016年的总统大选 也发起了攻击 那让美国感到很担心 北京还在顿机所谓的零日 ZERO DAY 也就是软体供应商 不知道了尚未补丁的代码的缺陷 这事情呢 已经引起了美国相关部门的 重视和注意 东亚日报谈的是什么呢 谈的是美国韩国联合军演 8号开始举行 连续三年排除了野外机动演习 这关键是今年的疫情影响 那么不进行野外机动演习 只进了电脑的模拟的演习 那么这里面幅度的数小规模 一个是新冠疫情 一个是朝鲜的抗议 那么 韩美联合作战准备状态 现在比以往是减弱了很多 减弱了很多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半岛局势也不像人们想象 好像也不是新闻的焦点 好了 我们来看看澳洲的SBS 流亡澳洲主打国际线 香港那个流亡英国 那个立法会的议员 叫喜智峰 那么到了澳洲 那么他在澳洲安全吗 转战澳洲 他开展一段时间 在澳洲进行游说的生活 那么他会不会根据 英联邦国家的一些引渡条例 被引渡回香港呢 这是一个问题 澳洲以香港的引渡条例 有政治患不引渡的规定 所以呢 他可能不会被引渡 那么他在澳洲 会不会被中共 还是什么地方来骚扰呢 也许有可能 也许不可能 澳洲的执法部门 有没有措施来保护 这个许志峰的人身安全呢 应该会有些布局 好了 那么他 许志峰能申请澳洲的 庇护的签证吗 现在从去年 从2010年7月到现在 有数以百计的港人 申请庇护签证 但一个都没有获批 去年12月后 批了第一个 现在这个事情呢 也能能再做这个懂 就许志峰啊 就外面那些流亡者 没有消停过 他们也在做 他们应该做的事 日本洞同社呢 想一个比较呢 温馨的故事 叫台湾经营餐厅的 日本人回报 日本大地震 台湾对他们的援助的恩情 这叫野奇笑蓝 那么他是在台南 配合呢 10年前 东日本大地震 发生了11日 所有他的店 买一送一 就表示了这个东西 表示对台湾的一种感人的动作 那么他呢 每次台湾发生地震的时候 或者其他灾的 他都会自己带很多厨具啊 食品到现场去 展开食物的资源 还有呢 提供啊 捐赠口罩啊 等等的事情 他认为呢 这个时候为了 对付中方二族剧 二族剧就是 杯葛他的波罗 他还买了三千多个波罗 这个事情呢 看来表现出了日台关系的 民间交往的一部分 BBC啊 BBC 中国最勇敢的女律师 王宇 获颁了美国国际妇女的勇气奖 这美国国务院 在国际妇女节三八日 在向全世界各地的 杰出女性颁奖 中国人权律师 王宇 名列其中 这个是2007年 我估计应该是希拉里 那个时候啊 或者是更早一点 美国政府呢 有一个这么一个提名奖 那这个奖项是由美国驻外使领馆提名 由资深美国外交官呢 选出获奖人 今年呢 网上的颁奖是由布林肯国务卿主持 那美国的第一夫人呢 基尔拜登出席致敬 那中国的人权律师陈建刚 八号的推特上表示 王宇和他的丈夫 律师包云龙目前跟外界失联 王宇最后一直在推特发文之六号 美国的国务院的发言人 波特说呢 美国政府在过去24小时 和48小时内联系不上王宇 估计啊 他也可能呢 因为这个事情呢 被人家监禁起来 王宇是谁呢 也2015年的709大收谱 他被捕过 也是属于那维权律师 一百多名的维权律师 和维权的人士 他呢 曾经跟外界失联超过一年 后来呢 接受媒体公开认罪 那就是被迫认罪 美国的颁奖呢 就说明了 王宇近年来 一直受到警察的骚扰 恐吓 目前被限制出境 那么他的呢 律师的证照也被取消了 他有一段 事先录好的视频 就讲了自己的司法腐败 看到了司法腐败堕落啊 要为中国的法治和公正 建设啊 吓喊啊 等等 那么王宇呢 不是第一个 获这个奖的中国的女性 其实呢 之前有一个叫 郭建梅 北京重则妇女法律 咨询服务中心的主任 她是因为呢 中国的妇女的维权问题 做了很多的努力 郭律师 郭律师呢 得到了这么一个 2019年得到了一个 替代洛贝尔奖的 正确生活方式奖 当时呢 她的有关的获奖的 微信文章就被删除 当时呢 因为呢 中国的律师 或中国的社会工作者 得到了国际的奖项 按郭建梅的说法 很可能是双刃剑 甚至是必大以利 这种认可来自国际 而不是来自国内 这是让人非常尴尬的状态 那今年呢 国际妇女勇气奖颁奖的 有十多个女性 当然还包括伊朗啊 尼泊尔啊 西班牙啊 土耳其 阿富汗啊 等那些活动家 妇女领袖啊 修女啊 国际象棋取首 法官 当然缅甸的活动人士呢 翁飞飞也名列其中 好了 瑞士的广播电视 专门讲了一条新闻 瑞士的太阳能公司 能不能跟中国对抗 太阳能中国 现在已经是第一大国了 但瑞士的这家公司 做了个大胆的决定 他们在欧洲看到了太阳能电池的第二次生机 要评级自己的可持续生产的产品来抵抗中国的强大竞争 当然有人也表示怀疑 这家公司决定不再生产光伏的机器 而要自己销售研发太阳能的电池和组件 因为从2012年以后 来自中国的竞争 让欧洲的太阳能公司 这个企业陷入困境 不少公司是处于人工成本的过高 没有办法跟亚洲人抗衡销声匿迹 那么现在欧洲有可能呢 重新回到光伏市场 发挥他的预示 关键是已经不再输出他的技术到中国 而是靠自己来努力 那现在呢 他认为呢 瑞士人呢 可能会把这些希望寄托在自己 研发的效率更高的太阳能的电池上 他们也写这些招 路透社谈到中国证监会 要求切实做好上市公司的风险防控 切实质押风险不反弹 这个消息呢 国内的消息也比较多 最后一条呢 谈的是马来西亚的东方日报 当然了 现在海外的媒体报道也比较多 香港媒体报道也可以 就是吴孟达出病 周星驰至迹 那当然呢 福灵的人呢 只有两个 没有过去的七八个 这个有很多的说法 这支生的艺人呢 吴孟达是厦门人 有人说他是在厦门 辖西路出生 有人说是在古浪域出生 总之来讲 他还懂得厦门话 那么他呢 69岁 甘癌离世 周星驰呢 专门到寄 来致寄 不发一言 那当然呢 关于吴孟达的报道 也很多 因为他的第一个妻子 还是现在这个妻子呢 是马来西亚人 所以呢 就把他的骨灰呢 移送到马来西亚 去安葬 那么吴孟达这样的形象 在华联社会还是比较深刻的 我们总结一下今天读报的内容 第一点 中国两会的召开 可以看到未来五年到十年 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 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落象和短板 这个庞然大悟和他的领导人 现在感觉良好 但会不会犯颠覆性的错误 其实也可以从两会召开的过程 领导人的言行表现 得到一些趋势性的预测和把握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官僚主义 形式主义造成的影响 以各种积极敷衍的滞后效应 对习近平定于一尊的领袖地位 造成的伤害不是显性的 而是潜移默化的 这是个顾及 没有习近平这样的官僚主义 形式主义也还是存在 颁布了这么多的党纪法规 也很难一下子解决这个老大栏的问题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中国的黑客对美国的各种侵怒 水平高 技术高 引起了美国的高度戒备 所谓的这个攻击 不是科幻偏 而是中美之间 中美之间 美俄之间的另一个战场 这个战场的斗争 也还是很激烈的 第四 人权问题 仍然是美国民主党政府的施政主轴 拜登政府对华在这方面的压力 毫不逊色于特朗普时期 这我们今天给大家读报的内容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外出人的高度战场 对中国逊与 全对美国的就与 高度战场 战场 我们